原神萌新想要快速获得原石 这个任务一定要做 在里悦路华池这个点位 会看到上手的元素方碑 旁边站着大胖哥 和他对话就能接取任务 路华紧化 接着我们需要帮助大胖哥 分别找到画笔和颜料 先前往路华池左边的传送锚点 往左边走到山顶位置 会看到一个发光点 调查一下就可以找到大胖哥的颜料 第二个位置 我们传送到路华池右边的锚点 往西北方向来到悬崖边的营地 在角落就可以找到第二个发光点 同样需要调查一下 就能找到画笔 接着点击任务追踪 回去找到大胖哥 把颜料和画笔交给他 对话完后 需要去找奇怪的石头 我们来到这个点位 往路华池的方向过去 找到秋秋人 他们围着一个闪光点 点击调查 接着往西北方向过去 找到第二个闪光点 调查完成后 回去找大胖哥 对话完成 需要把两颗奇怪的石头 镶嵌到两个大雕像的眼睛上面 完成后 元素方碑就解锁了 切换颜元素角色激活方碑 送走深渊法师 进到遗迹里面 就可以获得一个华丽宝箱 打开就能获得50元石啦 在两个角落有两只蜘蛛 打掉又能看到两个宝箱 最后我们来到路华池这个点位 和大胖哥对话 问他画得怎么样了 还能获得一个成就 路华池之影 路华池之影